再来看一下这一盆绣球 这一盆绣球是我和其他那四盆一起买回来了 买的是荷苗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种 其他的绣球已经全部开花了 就它没有开花 说明了什么问题 说明这一种绣球的话 它是老枝条开花的 就是说只有今年长出来的枝条不要修剪 到明年它才会开出花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要稍微对它进行一下修剪了 因为已经确定它今年不能再开花了 如果不修剪的话 可能明年的话 我只能看到两朵花太单调了 所以现在要修剪 让它长出侧芽来 明年的花才能开爆 那这个绣球要怎么修剪呢 我打算留底下的两节 在这一个地方给它剪掉 到时候的话这两边会长出芽 这个底下的话也有可能会长出这个侧芽来 其实我的这个绣球剪的还是有点晚了 因为如果从这里剪的话 大家看上面的话还是有很高一节的 比较浪费营养 但是我买的品种不知道 不知道它是这种特性 以为它今年还会开花 所以这就是经验 现在就来剪 这样就差不多了 如果它剪得太高的话 到时候两边侧芽长出来的话 猪芽就比较丑 如果是这样的话 到时候长起来的猪芽会比较好看一点 剪完之后猪芽是不是好看多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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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